就在胜利成功脱身免于刑罚后的第12天 NBC的新闻调查节目Straight 曝光了梁炫熙涉嫌性招待的新闻 民众对此表示毫不意外 由于信息量太大 本乎不得不以划重点的方式 简明额要的让大家感受下调查结果之海人听闻 1.2014年7月 梁炫熙出面以YG的名义 对两名来自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投资人进行性招待 期间共8男25女 其中10女是与YG相熟的性工作者 艺人是当时YG旗下享誉国际的歌手 依据时间线推测SIDE的可能性最大 之后其中一位投资人 在YG的夜店吓要强奸普通女客人 2.黄赫娜也参与了此饭局 3.梁炫熙接受采访 承认有参与饭局但否认了其他 4.遭强奸的女客人报警之后 此事不了了之 外国投资人很快脱身 5.胜利性招待事件曾用YG法人卡结账 在此案调查中 这一问题却被屡屡绕开 6.被夜店VVIP客人指定的性工作者 年纪最小的仅14岁 以上5期事件中出现的明星 有受害者也有加害人 被侮辱和被损害的 则可以清晰的梳理为老人 小孩和女性 是典型的弱势群体 在中央集权等级社会中尤为明显 是被强行排除于社会主体生活之外的 无政治层 被殴打的60岁司机 被霸凌的同学 被欺骇的聚合拉 被推向深渊的女客人和未成年少女 犯错的是别人 活在痛苦中得不到道歉 和补偿甚至还要遭受止摘 质疑和谩骂的 反而是受害者 有句著名的心灵猪鼓汤 打不倒你的终究会使你变强大 然而坏人是无阶级身份之分的 所谓的强大是个相对的概念 永远没有最强只有更强 本思找问题的 不该是受害者 而是加害人及整个环境 女性老人小孩 外形身份阶层 都不该是允许作恶的借口 没有人可以永远做旁观者 感情问题外人别参合 谁知道他是不是自怨的呢 衣服别穿那么暴露 自己出门要小心 长此以往 总有一天你的呼吸都是错 如果不能按照一些人 所规定的职能所需要的方式活着 你甚至 你所指代的群体 永远处于被告知的位置 是只被保留表面称谓 极其所谓意义的被抹杀者 那你又将如何呢 从意识封闭到觉醒 从意识觉醒到辅助行动 需要一定的时间 近一年 韩国的平权运动声势见起 同时反性别歧视 反性别暴力 反偷拍的示威层出不穷 诸多标语中有句话很有意思 示威的女性声明 我们不是花 长久以来 以花为玉 被视作对女性的赞美 而文学能够传达一种重要信息 即人们的欲望 即对欲望的表达 花非人而是物 即以我国古代文学为例 与女性相关的大量描述 均与外形有关 且在物品化方面 无论年代更迭 均保持惊人的一致 金莲 若柳 如花 葱 这些修辞方式中 流露出某种欲望象征化的过程 以借物于人的方式 改变了欲望本身的性质 物化最值得警惕的是 被物化者丧失了本体的存在 成为可使用的物品 被物化者 被秉除了自身的欲望 和所谓的危险性 成为男性欲望权的体现 是将被物化者 纳入父权极其强大的 男性文化秩序的一种方式 满足了绝大多数 男性社会成员的严格焦虑 以所谓的可爱性感为例 追本溯源 其实是男性 针对矛盾状态的 最终解决方式 使女性保留一己特征 又成为欲望载体 有意思的是 至于审美标准 明明是从男性角度出发 最终却辐射到女性 成为绝大部分女性的审美追求 反击女性是花的论调 是韩国女性意识觉醒的 一个细节体现